草莓季我们来做一个超级丰盛的草莓主题下午茶吧 来看一下我这次的设计图 这个是一个草莓造型的果酱加薪取期 特经典的法式草莓蛋糕 三个样式的巧克力草莓 草莓奶油花环泡芙 抹茶草莓马卡龙 仿真草莓慕斯塔 草莓酥皮泡芙 抹茶草莓甜品杯 花顶之下草莓慕斯 那么草莓主题下午茶现在开工 先要点草莓果酱 待会有好几个甜品要用 把它放冰箱冻着 草莓夹心取期呢 叶子的面团是用抹茶粉调的 草莓的面团呢 是用草莓冻干粉调的 草莓冻干粉的味道好香啊 冻好的草莓果酱把它切成小块 每个草莓面团里面包一个草莓果酱 团团团团团团团 把它团成一个草莓的形状 抹茶面团压个叶子 草莓的种子是用芝麻的种子来伪装的 烤好啦 第一个甜品完成 法式草莓蛋糕 需要一块杏仁海面蛋糕 还要准备一点穆斯林奶油 大量的草莓 对半切开 杏仁蛋糕上面要刷一点风味酒的糖浆 这个蛋糕的搭配吧 首先穆斯林奶油 它是那种奶香浓郁顺滑 而草莓又是用酸甜清爽 这两个搭配起来真的特别搭 用喷枪加热一下 先把它拖出来 看到这个侧面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经典了 然后在上面抹一层草莓果酱 最后装饰一点新鲜的草莓 薄荷叶 还有我自己做的糖霜小白花 这次这么多甜品里面 没有比巧克力草莓更简单的了 这三个造型就是我就地取材 随便弄了一下 这次的泡芙 我用一个面团做了两种泡芙 一个是环形的 一个是圆形的 圆形的上面盖一片酥皮 花环泡芙和酥皮泡芙 酥皮泡芙我做的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和奶油的搭配 草莓和奶油的搭配 真的是又简单又好吃 我从我的薄荷上面摘下了最嫩最小的叶子 好了 草莓酥皮泡芙完成 花环泡芙我用的是 加了草莓冻干粉打发的奶油 这个泡芙就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草莓的味道 最后插上手工制作的翻糖插片 打一点新鲜草莓果泥来做草莓慕斯 中间的夹馅放的是酸奶冻 这个酸奶冻里面还有草莓果酱 是一个馅中馅 顺便把塔上面那个草莓慕斯也做了 装饰网罩是用白巧克力做的 这个气球我是有洗干净又消了毒的 放气这块有点好玩 完美 在这个巧克力网罩上面 沾上我自己手工压制的翻糖小花 怎么样好看吗 草莓慕斯脱模 明面 把网罩放上去 放一只百里香 再插上翻糖插牌 花顶之下草莓慕斯完成 马卡龙 这次这个马卡龙其实我考虑有点大了 先挤上抹茶奶酱 放点新鲜的草莓 边上的草莓要摆整齐了 抹茶奶酱也要挤好看一点 本来想做个小可爱马卡龙 结果做成一个大可爱了 这个是一个白巧克力做的装饰配件 最后放上一个烘干的草莓片 草莓塔 塔皮烤好之后 先在里面挤上香草卡士达酱 放点草莓 然后给它封顶 草莓慕斯脱模之后 裹上一层淋面 轻轻地放上去 草莓边上给它放点开心果碎 这个是用翻糖做的草莓地理 最后装饰一点金箔 最后一个甜品杯 它下面是一个新鲜的草莓果冻 草莓果冻凝固之后 在上面再做一层抹茶奶冻 又是放上大量的草莓 再弄点金箔 最后插一个猫咪饼干 好了 今天所有的甜品都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要在杯子上插一个猫咪呢 因为我是喵和你都想了解的秋刀鱼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